现在退休开多钱呢 六千多一点 他工资符合我 他条件也符合我 长相也像这么的 多大叔叔 我八十一周岁 哎呀妈呀 真年轻的 你吃汤匙肉了 大妈相亲遇到高收入大员 想中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终结局却有点出乎意料 今天来相亲的是六十八岁的安大妈 那咱就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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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安大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还没等坐下她就张额着要走 因为屋里还坐着一位邻居大妈 你俩挺繁衣的 你看 这是我大姐 我们院是邻居 说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可没想到安大妈 无心的一句绰合 竟真的促成了一段婚姻 不到半个月就传来了喜讯 哎呀叔 普通鞋了 穿的也实在是太精神了 怎么跳了呢 哎呀叔 刚才人家姨到楼下还说呢 说这也不是属家呀 我说这 这是我家 我俩共同的家 看我俩都繁衣 完美吧 为我手 谢谢 上手过 您俩大喜大喜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看着一对新人的幸福场面 安大妈的心里更着急了 你们再给我借数吧 代表领的 很有气质的 但为了好的 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的 找这样的 根据安大妈的要求 红娘给她找来了一位大爷 今年八十一岁的梁大爷 是辽园市公安局退休的 老伴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后 梁大爷一直有心思在找个老伴 可这么多年却始终没碰到一个合适的 看来梁大爷对未来老伴的长相 那是相当的挑剔 那她会相中漂亮的安大妈吗 我姓安 我叫安静 我叫梁永年 没想到刚一见面 安大妈一眼就相中了梁大爷 第一印象挺好 挺有素质的 感情力是什么 她在这儿再年轻 她可是 哎呀 人特好 刚见面 她没能聊啥呢 你就能感觉出这儿老婆 一下就能看出来 啥人都能看出来 那梁大爷对 安大妈的印象又如何呢 基本上可以吧 但是 一会儿再沟通一下 交流一下 看看咋样 接着安大妈 首先对梁大爷发起了提问 你是哪个部门退休的 我是公务员退的 我最后在公安局退的 教个小学 教个初总 后来呢 也当个校长 那你现在退休开多钱呢 六千多一点 听了梁大爷这一生从事过的职业 安大妈满意的补助点头 最后得知梁大爷每月 高达六千元的工资时 安大妈的心彻底被征服了 她工资符合我 她条件也符合我 长相也像这么的 可以说梁大爷的方方 面面 安大妈都相中了 现在唯一差的 就是一个年龄问题了 没想到梁大爷 以实际年龄严重不符的外貌 再次征服了安大妈 她确实挺年纪 她有点跟她那叔叔不那么太符合 你看那电视那老头一个 我八十来岁长的脸一大嘎的 人家脸上还没有 他不恶性人 安大妈对梁大爷是一百个满意的 但没想到安大妈在梁大爷的眼里 却翻了车 他比这个年龄要老 你丑的叫梁大爷 我丑他应该有七十多 梁大爷不光是邪安大妈容貌老 而且他的头发和打扮同样是不合格 他这个头发 眼的那个色 我不太喜欢 再一个就是 有点浓妆艳慕 坟墨的多 他坟墨的多 听了梁大爷的一番挑剔 谭大妈却直呼冤枉 经过红娘的一番检查 安大妈的确是没有抹粉 而只是涂了一点口红 本来没抹粉 却被说成是粉抹多了 这不明摆着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 接着安大妈也开始挑起梁大爷的毛病来 那现在你自己过 对 这人有房了 有 我那个老小 也在铁栋 在北要地 你们的地点不是那么太好的 那口就像农村的 没想到安大妈的这句话 一下就激动了梁大爷 他说他就是农村 我就非常烦 你铁栋 不也是铁栋吗 原来在四平当地 有一个不成文的偏见 四平吧 四平就有这种偏见 住到铁栋的 一般都瞧不起铁栋 就哪怕他就翻垃圾桶 来着维持生活 我住铁栋 那也要二百八六十 我住铁栋 我不欠钱花 我不是平民 住在铁栋 本来就被瞧不起 而梁大爷住的北要地 被认为是平民窟中的平民窟 而梁大爷却始终不信那个邪 铁栋因为那就是平民窟 特别是北要地 那平民窟在那里住 我一个连接 那你咋在那住呢 我那咋去呢 我一个六千多呢 那咋去呢 我就不到你第一期 你比我高哪 高位到哪 我反感着是 他那句话我挺反感 其实刚才那大马说的那句话 只不过是随口一说 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但梁大爷却不这么认为 不管是文化水平高的 说话得经我考虑 应该说就说 不该说就不说 那不能说我咋想就咋说 那俩人在一起说 家长话的能说到一起去 一说就拧了就掰了 那俩人连共同语言都没有咋生活 不行 见梁大爷如此咬住一句话不放 安大妈也不禁打起了推堂鼓 性格不行 就我这孙子就一吐了 他还在意了 我还没打电 你是校长校好的 我是个大老厨没文化的 那你就说去有文化言去 不能接受就掰掰了 我说那咋咋咋俩这样 就虽然说吧 复成 咱们就当哥们处 你说行不大哥 可以 复成 应该是就是 我就是你妹 你是我哥哥 最后二人的相亲 以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觉得梁大爷是不是小题大做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牵手成功的话 你这生活怎么安排 就生活上的事吧 我能全保 而且这后我还另外来给你拿点 你给 你给多些 你感觉那每个月的零花钱 你得要多少 相亲现场 大哥大姐就每个月零花钱的问题 反复过招 谁都不敢轻易出手 那大哥最后的出嫁 能否赢得大姐的放心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大哥 这是农村的这个家 挺好的 我的小样可以那么说 我挺喜欢的 就像有一种恋情似的 大哥是一个喜欢田园生活的人 平时冬天的时候 他住在城里 可一到开春 他就迫不及待的来到农村这个家 开始一段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大哥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 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演员是非常主要的 就是说你最起码你得看的一天啊 我得喜欢你 我得爱你 其实你有些时候是怎么说呢 男人好像就是表现在外表 和什么的 他挺注重的 那究竟啥样的女人 能符合大哥的演员呢 其实呢 我还是喜欢女人 就是扑扑实实的那种女人样 我不喜欢就是或者说女的 或者说剪个小字头或什么 我就不怎么太喜欢短头 还有一个天的相当注重的 就是 眉清目秀 这句话是相当注重 也不能说是完全都打到你那种各方面的要求 有一双眼睛好看 其他差点他也无法 女人又在我心里面 应该说女人还得化着淡妆 还是好一些 大哥这一番描述下来 红娘的心里已经大概有数 于是他给大哥物色到了这位大姐 大姐对自己的容颜似乎很自信 她坦言自己曾经被很多男人追求过 但由于当年自己的眼光太高 错过了好多的姻缘 如今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择偶的标准也有所降低 对于金钱 在大姐的心里 始终有这样一种观点 一个男人的心在哪 他钱就在哪 你不用去要求他 我也不想去要求他 就让他自己说 哪个男人说的 想找一个老婆 他也得有他自己的规划 他规划 咱一听啊 就明白什么事了 了解了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你待没待过农村生活 我就是小的事儿 也在农村待过 但是我不会种 大姐从小就在农村生活过 所以对于农村生活 并不十分反感 大哥见状也十分开心 连忙说起田园生活的种种好处 其实我挺喜欢 因为咱们有一些硬系的菜什么的 那那那 那那心情还不一样 心情这也特别好 那我还挺喜欢农村的 热炮头 你看那这这么说 我这一勺就现代 那可热和可好的 其实现在在农村挺好的 像这个时间楼里多冷啊 在大哥的一番说服下 大姐也开始憧憬起 未来在农村的生活 其实夏天也挺好的 在农村 不是那个地方啊 前窗后窗一开 还挺凉快的 接着大姐又说起了 她的一个规划 听了大姐的这个打算 大哥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但却有一个小想法 对于大哥的这个想法 大姐表示完全可以理解 看来在去海南过冬 这个问题上 二人基本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就到了 最关键的经济问题 对于日后二人的生活 大哥表示 可以在生活费全包的基础上 每月再给大姐一些零花钱 对于大哥的这个回答 大姐似乎并不满意 既然我们要是说有缘走到一起 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生活 你就是你给 你给多些 这个必须把丑话说到头 我并不是说 我绝对不会从任何人去要钱花 你感觉在每个月的零花钱 你必要多少 我不要 此时大姐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要 但在大哥的心里 却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压力 因为越是这样 自己越不能少给 你听我你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会说的 我提出了我要多些 我要多些 你能给多些吗 那不可能 所以说你就是想 重复你自己那些 我就是想给你多少钱 看着眼前 多多逼人的大姐 大哥在心里也是反复斟酌 最后他把心一横 说出了最终的数字 听到大哥口中一千元这个数字 大姐竟发出一连串不懈的笑声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说大哥给出的每月一千元 到底少不少 欢迎游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那我他像五大郎似的 凭他自己实力 他条件好 那是说明他有脑的 我想找这样 漂亮大姐来相亲 他要求对方必须条件好 还得有头脑 而其他条件都不重要 今天来相亲的是 59岁的蓝大姐 哎呀真好看呢 放下吧 哎呀她姐 进屋吧 一进屋 红娘就听见屋里有人说话 谁说话 哎呀 大娘 原来屋里坐着的是 蓝大姐已经90岁高龄的老母亲 高瘦啊你 哎呀 我看看你要的身体啊 身体真好啊 太行 蓝大姐如今在这里伺候母亲 最近她还在操办一件大事 这不今年办九十大寿嘛 然后我就早点过来 过来我现在帮张罗一下这些事 我老娘这一身是40多人 都到位啊 蓝大姐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知道今天红娘来给女儿介绍对象 善良的大娘已开口夸奖起自己的闺女 身体挺好 愿吃啥给做啥 就是你一天给做三顿饭 嗯 三顿饭 我老娘有时候带着下楼玩去 溜着去 就平时 我能再硬是吗 哎呀 我老娘很有意思 我嘛着急啊 找个 留奶油靠的 我就放心了 今天听说蓝大姐电视相亲 她的妹妹也专程来到现场 至于为啥这些年蓝大姐一直没找对象 妹妹的一句话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我姐挺优秀的 不是说我自己姐我夸的 我姐吧 就是说 最近我蓝大姐我爹那时候 弹起来就挺心酸的 我床不起嘛 完了那个我姐总给他照顾 原来在几年前 蓝大姐的父亲不幸患上了重病 为了照顾我床的父亲 蓝大姐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蓝大姐没找对象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是我老同年 占一个就是他孙女人给打过来 你这咋的又照顾孙子 孙女 两个 一个孙女 一个孙女 六年了 看得出蓝大姐是一个特别有家庭责任感的女人 为了家人的幸福 她甘愿牺牲自己的婚姻 如今老父亲走了 孙子孙女也都长大了 蓝大姐终于可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了解完蓝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给她污塞了一位大哥 蒋大哥今年58岁 巧的是在她的家里也有一位年近九旬的老母亲 而且这些年母亲一直都由她照顾 从蒋大哥口中的这几句话不难看出 她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男人 蒋大哥年轻时在店里不满工作 可由于工作中发生了一次意外 却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单位受伤后 蒋大哥离开单位 自己做起养大车的生意 只可惜养车不但没赚到钱 反倒是赔了许多 那时候投入多些 16万 赔就16万买也买8万 养车赔了之后 蒋大哥便开始去工地打工 凭着一身的力气 他不但给自己交了养老保险 而且交的都是最高档 现在他每月的退休金高达4000多元 对于未来再找老伴 他只有一个要求 找对象 如果抽烟不行 我必须得抽烟 了解了蒋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让她和蓝大姐见上一面 我叫蒋康瑜 蓝玉球 你好 二人一见面 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女儿还行 记隔了 这头子还行 还没等二人落座 蓝大姐就直奔蒋大哥母亲的房间 咋样啊大娘 真好 长得好不好看 谢谢 别看蒋大哥的老妈都88了 但一点也不糊涂 她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漂亮的儿媳妇 拉着蓝大姐的手问个不停 人家在哪儿 我家在那个试课院 一个孩子 我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挺好啊 多静静 完了女儿也有孩子了 结完婚了 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小个样子 看着蓝大姐和母亲亲近的样子 蒋大哥在一边也是暗暗承担 小子也得起这个关键 就觉得对老人啥的说话挺好的 早上我没喝水 给我擦着脸 把水倒了 给我把药都 这个药都拽下来 听了蒋大哥母亲对儿子的夸奖 蓝大姐对蒋大哥的好感度也有所上升 挺欺欺的 对老人这方面吧 我挺硬刻的 挺硬刻 挺好的 接下来 二人坐下来开始正式相亲 蒋大哥首先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以前养车 养车养二人没了 投资一个12大姐往上翻斗的 就是花了16万 干了二年 不挣钱了 当听完蒋大哥失败的投资经历后 要强的蓝大姐当时就有了想法 那我他像五大郎似的 凭他自己实力他条件好 那是说明他有脑的 我想找这样的 因为我也是做满卖的 我知道 你做满卖的 跟一个人的也是能力 也是有关的 蓝大姐也是一个做过买卖的人 她非常佩服那些生意场上的成功人士 而对于蒋大哥在生意上遭遇的失败 她只想用无能这两个字来理解 对此红娘连忙替蒋大哥解释 做买卖有挣有赔 这都很正常的事 不代表你就是一个人 你做生意失败 就代表这个人没有能力 但是起码她的心 是想往好的方面发展 是不是 这个对 红娘的一番话 让蓝大姐对蒋大哥的态度有所改变 可就在这时 蒋大哥又提出自己的一个缺点 对于抽烟这件事 蓝大姐表示并不介意 但下面蒋大哥说出的这件事 却直接触碰了蓝大姐的底线 蓝大姐是一个非常讨厌玩麻将的人 不管大麻将小麻将她都无法接受 虽然蒋大哥一再表示 以后自己可以不玩了 但蓝大姐却依然不能接受 不管她咋说 以前那时候她赌货 我接受不了 接下来 蓝大姐开诚不恭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行吧 各方面都挺好的 尤其还能照顾老人挺孝心的 这个我挺赞成的 但是吧 我觉得 你就觉得咱俩能不能行 我今天老实在话 当个朋友处吧 是不 当个朋友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说蒋大哥到底能不能配上蓝大姐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我跟你说 我干六天 你说这么多钱 我挣一千吧 你们你的中间是中过哪 这个大爷真奇葩 相亲现场就吹牛话饼的 还瞧不起女人 今天咱姐就教你怎么做人 看能不把你老连给打肿了 今天的相亲看点十足 老铁们点赞接着往下看 大爷姓王 56岁 黎一 年收入4万元 红娘就给找来了张大姐 张大姐 52岁 黎一 月收入过烂 大姐是漂亮又能干 只是感情经历非常坎坷 第一段婚姻性格不合就结束了 不久大姐和比自己小的男人闪婚 可这回后生活是一言难选 大姐这找的是个啥玩意 谁看你老婆你打谁去 打自己老婆算什么东西 大姐也是吸取教训单身了多年 这次找对象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脾气要好 红娘很快给两人安排了见面 一见面 大爷这门牙是咋回事 照片上这门牙可不这样 上节目也不好好导吃自己 大姐第一眼就不满意 但是来都来了 那就先老婆 姐叫张永兰 张永兰 张永兰啊 兰花的兰 张永兰 得了 大爷不止牙口不好 耳朵也不好使 大爷这就说了 别看我耳朵不好使 老婆我是一把好手 分分钟就把大姐拿下 我干六天 你说这么快 我挣一千八 现在怎么能打碗来打工 一个得一个月 三十天才能干两天都快 对吧 看大爷这架势 跟六天挣了一万八事的 大姐在旁边保持迷之微笑 我就这样静静看着你装 不要打扰我 我要继续 我您可以让你别人在家打扰的 你给我做点话 啊 收拾吾吾吾的 我不希望你出去干 找你们干好 找你们不就养你 不说别人的 就这几句话道相个爷们 这要是别人早就被忽悠了 大姐心想你想装就让你装个勾 大爷继续畅想未来 老婆咱俩就打扰我 你说你拿五百我拿一千 是吗 咱俩这么过热了 想都别想 想都别想 前一秒还说女人就得养着 后一秒就要女人掏生活费了 你可真给老爷们长脸 大姐也是够了 要打火也不找你这样的 该展现一下自己 你生活费需要多少 你挣多少 我在那时候说两人 一个月平均你得挣八千块钱 一个月就挣八千 月月挣八千啊 对啊 你当我是小孩啊 都这时候了 你还给我装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就说啥呢 一个月保证六千块钱 是必保的 知道不 这话都不敢细究 一细究收入立马就缩水两千 大爷也是被问起眼了 又欠咋地 你一个月能挣几个钱 你们你的终究是送过哪 知道大姐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大姐做月少 月少月就做了三千块钱 我说大爷 平时别用手机看美女跳舞啥的 看点有用的不好吗 还看不起女人 你是古代穿越过来的 有本事接下来你别 而是全职的 就是育婴师现在就六千七千 我现在是一万二一万三 我就想问问大爷 你脸疼不疼 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 大姐这边继续输 所以说你不要用钱来衡量女人 知道吗 你不要总用骗子来衡量女人 看你这怂样 缩脚落里一句话不敢说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不谈钱了谈感情 咱俩就接往感情回事 是吗 嗯 两人都能走了一起 不谈了 不谈了 到此一遍 走开 做吧 大姐这也是够够的了 就你这撒谎撩屁的 相亲就不能真诚点吗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欢迎老铁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你们的小西西 咱下期间 摸摸的 反正我挺爱美的 衣服也都最少得一千多的 贵的叫四五千块钱一件 我希望男方把公主卡叫我 因为他我有安全感 美猫大妈来相亲 凭借自己的花容月貌 上来就把大爷迷的五名三道 提出的要求更是一个比一个高 结局实在令人舒适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久不见你姐 你好你好 观大妈方林五十四 脸上光滑五粉刺 美月老宝两个签 人品正直不跑偏 大妈劈着秀发 身材鲜色火辣 眼睛又黑又大 青到百米大上 一看平时就是什么都不差 就差一个老头陪自己 共度余生春想 自己这两天 屋里里面感觉有一股潮的味儿 地板里头肯定还是有水的 但是那个饭厅和厨房前泡了 然后给楼下也泡了 当时我就蒙了 我从上面到下面 全是黄色的 那个骨弄水塘 我都叫的 我也不知道咋咋蒙的 当时我就是哭了 我不知道找谁拿电话 我要是有个人的话 那天不会那样 不会露那样 我心酸的等待 就像谈场恋爱 随着屡战屡败 历经各种伤害 男人不是太坏 就是心胸狭隘 如今重找真爱 不求对方太帅 只要做人正派 做啥都有气派 我希望找一个方 就是最主要是 能陪着我一起到老的 有点伤心心的那样 一起去旅游啥的 其实大妈也是咱们节目的常客了 前面相亲过好几次 虽然牵手成功过 但最后还是以分手而告终 俗话说得好 俏理多姿又乖巧 没娃的女人哪都好 大妈这一辈子都没有生过孩子 现如今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谁以后要是娶了她 那指定是快乐坐上小偷的车 贼拉快乐 而在听完大妈的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出击 找到了本期的 相亲男嘉宾王大爷 相亲大爷又搭糖 搭来搭去还是黄 王大爷另辟蹊径 买了一箱笨鸡蛋当礼物 成了就亲自下厨为大妈 不成自己也显得不那么败价 真是老母牛喜得重孙太牛浪 谁料仅仅只是瞅了大妈眼 大爷当场就相中 大眼睛长袖山 老头来了一锅端 别说四十七八了 你说大妈三十七八都有人性 大爷年不年轻那是见仁见智 但利索肯定是利索 短短两秒钟的时间 他就从下网上把大妈扫描了一个遍 比一院里的X光还能扫 当被小红娘问起第一眼原事 大爷更是直呼凤凰头上戴牡丹 还要如何说出口 倒在杯里全是酒 喝了一口又一口 这次我也不放手 仅仅只是聊了几句话 大爷和大妈就已经快要双向奔赴了 但大妈可说了 要想给我填如蜜 首先问过我闺蜜 什么是闺蜜 闺蜜就是朋友一生一起走 谁先脱单谁是狗 但好在大妈的闺蜜们真诚且实在 对眼前这位优质大爷赞不绝口 而在见到闺蜜们如此认可大爷后 大妈当即是林肯看话剧 心花怒放 立刻起身进厨房 准备在大爷面前狠狠秀一波厨艺 这个叫吉花 这都是吉花 这是何花 哎呀 太小了 几个菜啊这是 六个大蒜 六个大蒜呢 大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那时尚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茶得出一场 通关过拳皇 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 大妈就做出了一大桌琳琅满目的饭菜 真是下威夷着火 可圈可点呢 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油 我都吵她温油非常温油 中国的女人就是 要温油就错了 你家情况什么样 我家父母不在了 我有弟弟四个姐弟 没有孩子 我没生育 挺好非常可惜 我就想过让人失业 我不想找人 有孩子之后 那国的好怕 你另外二人吧 不可惜 大爷性别男 娶向女 就喜欢没孩子的小工具 一听到大妈没有拖油瓶 大爷那是西施坐飞机 美上天了 而眼看着老头已经被自己迷住 大妈也是开门见山 直接说起了自己的要求 反正我挺爱美的 但是我不是那么特别赞扬 从来不穿的时候 别露我后露的 我是那种美 我喜欢那种高贵的美 这种 头子挺优雅的那种 其实花在那个衣服 或者比小人钱 多多 挺多的 衣服也都都挺好的 最少得一千多的 也叫一 为了叫四五千块钱一件 白银币有果 多少就是我 别人都喜欢跑车赛车 唯独大妈喜欢购物车 买件衣服就要一千块 果然喜欢一个女人真的好累 所以我选择同时喜欢好几个 那么对于大妈的这些话 大爷会做何反应 没事 不是说总买 换季服可能要 不夺 这也还能接受 这还挺意外的 一般男的才接受不了 男人是男人不一样 我应该我少分点 都给你做分 现在穿衣服 那是女人 必须美 穿衣吧 或者化妆 或者是买的金银首饰 这都可以正好 只要颜值有够量 哪怕给你买大象 而在听完老头的回答后 大妈趁热答题 继续说出了第二个要求 要是真的生活在一起的好的话 我希望男方把公主卡交我 因为啥我有安全感 我也没孩子 其实这钱吧 我留的不是给我花 这边二十节 都是我们这边谈不干 公主卡 现在你就是 咱俩几个都一起来 我随时交给我 但是我不是我花 你花不花的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貌美如花 要是长得不漂亮 别说是个公司卡 要公交卡那都够像 就比方说咱开七千 三千块钱拿出来生活费 这四千块钱在车上 到时候老的时候 不用不用 我公卡给你行了 换一次也无所谓 我也没多钱 必须给我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给你 无儿无女权无靠 就靠老头的钞票 老铁们你们觉得 大爷够男人吗 觉得够的抠衣 觉得不够的抠眼珠子 反正大妈的闺蜜 早就已经被大爷折服了 挺真难赢的 就是主要是两个人 能和心就行 咱们找的是啥 找的是伴儿式的成心 是不是啊 真希望 如果你们牵手成功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共度一生 过二人世界 这是最好 最完美 节目最后 二人相亲已成功牵手 落下帷幕 再次也注意二人能够拥结同心 恩爱一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 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下期见 给我一个保障 给我二十万 给我二十万 哎 你要达到最高求呢 咱俩就是白头到老 你要多少钱 二十万 不多 二十万不多 不多 不多 不是 二十万是一个傻蛋 大哥给四个儿子取几份 才花十几万呢 62岁贪财大妈来相亲 张口就让二十万财礼 更是直言二十万不算多 这还是给大爷打了优惠后的价格 这真是流氓了 近大部分人 让小倩大开眼界 小倩家里的一头牛 财两三万 这二十万能买多少牛 直到现在到年底了 啥都涨价 微生小 现在也挣粘了八几个猫大肉 都这么值钱了 大妈你这哪是来相亲的 你这是来向登神许愿的吧 感觉到年底了 想过了肥年吧 咱也不知道 大妈哪来的底气 又是谁给你的自信 竟敢是个大牌狗 真把自己也当说十八岁小姑娘了 气垫是现在的年轻人 也未必敢张口要二十万吧 今天的相亲主持 唐大妈 62岁 目前在工地给人做饭 一个月三千块钱 大妈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老大也因丁离世 第二段是邻居给介绍的 比咱大妈大了二十岁 又大妈的话说 这大爷就爱花大饼 他一直欺骗他 拿他当免费的保姆 给这种 简单小龙 就是给他们工地人拿做饭 那一月算钱 心脏也不好 我还学压还高 就这么年 没了 没十年 对他来讲 他拿我去当就是贴身保姆 祖奔这跟他过日子去的 但是拿你当保姆 对对对 多给买 我没买 买岁的时候也买岁的时候 那这样他已经就是七十大多 七十八了 那你俩差 差二十多岁 差二十多岁 那你当时跟着找个相去的 你怎么能差二十多岁 那也没看出来 也念该理念 年轻生长 满十多岁 那当时你觉得要是差十多岁的话 也没啥 对对 那你是啥时候发现他八十多岁 从来身份证不乱出漏 我有一次身份证让我看出来了 后来你发现了 你怎么没说理给他 没有啊 虽然都走这一步了 在那都可真 我愿意笑我咋 是傻呀 还是你爷爷 愿意你给他 就是到现在 我孩子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妈妈孩子 大妈也是个苦命人 第一段原配 因定撒手人寰 好不容易遇到第二春 还遇到个大铃哥 说好的社保也没有 就连年龄都虚报十多岁 自从被救到婚姻伤害后 大妈就彻底黑化了 什么还是山盟千荒地老的 感觉都是骗人的鬼话 开始面对现实吧 从之前的傻白甜 姚沈变成物质女 讲啥都没有用 她是金钱来的实惠 大妈要说很明确 再找就得找经济条件好的 于是 红娘搬了半天资料库 给大妈找了一位 于大爷 又是八岁 咱这大爷是典型的农村庄户人 四个儿子目前都结婚成家 现在是一点素兰没有 而且大爷告诉红娘 自己虽然没有劳保 但是手里有存款 保守的来说 四五十万还是有的 大爷对另一半要求 也很简单 于是 节目组安排两人相亲 这俩人刚一见面嘛 俩人彼此印象都不错 刚开始俩人 俩人闹得都挺好 家里家外的事都闹了一遍 大妈更是连连称赞大爷 说咱大爷是典型的庄家汉 是个过日子人 大哥家吧 也是正经过日子人 就是过日子 别忙了 你好大哥 你好 你今天多大叔叔了 十岁是六十二 叔叔了 六岁 然后你看这个家的这个院里 是鸡牙呀 这个狗啊 应该有的都养了 拿水果然 是正经过日子 你说这地质量 地质量你都看出来了 我爸就是特长是啥呢 我做饭是特别好吃 我就不愿意窗门的 也门呢 那出去好 那我不愿意窗门的 咱们是来 从来不上外话 那我不愿意窗门的 个头长样 他都放心 人是正经人 人是正经人 过日子是各方面 不能操心 大爷确实是个正经人 可大妈可就不是当初的大妈了 接下来 俩人就做下戏漏 咱大妈就直接提出了条件 直言想要跟我过日子 那必须给拿20万彩礼 对 以为听错 都是2万 也不是20万 咱大爷更是以为听差评一问 当场都猛炫了 你给我一个保障 给我20万 20万 20万 给我个保障 你要达到最高求呢 咱俩就是白头到老 有点猛了 一开始我以为我听蹭了呢 哈哈哈 你这根本的话 你不是来哪 你奔钱 钱下绕 我是来找对象 我们说我四五十岁 说在的话 我能少给你 对我说好的话 我能少给你 说在感情出了感情的 按说 你二女的话 全有钱 在 都有楼 保障到底是个啥 是缺你吃 还是缺你穿 不缺吃穿就行呗 看要啥自行出问 而且 你就不是要自行出问了 你就是要火箭套了 咋就好意思 舔个大脸说出口呢 真不知道丢人现眼值几个钱 打铁还须自身用 自己没钱 就自个赚取 这么大废数的人了 咋就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人家大爷虽然有四五十万 但是大爷可不傻 大爷更是直言感觉太可笑了 感觉这大妈压根不是过日子人 不光如此 就连红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把大妈单独拽过去 仔细问问 你要多少钱 二十万 不多 二十万不多 不多 二十万是一个傻概念 二十万呢 大哥给四个儿子娶媳妇才花十几万呢 我没有 我这不没有开支吗 你没有开支 我没有保障啊 我没有保障啊 我自己得有个保障啊 我上这来伺候他 不是伺候啊 你们俩是相互的陪伴 你们俩是相互的呀 你伺候他 他伺候你 你心疼他 他心疼你 我不用他伺候 我这身体都不用他伺候 我伺候他 不用你伺候啊 这小嘴巴巴的 红两嘴的真戒气 你要知道 二十万是啥概念 张嘴就说 人家大爷找四个儿媳妇才花十几万 你是比他们年轻 还是比他们貌美 找你能干什么 先见到财神懒得供着啊 他说什么你来伺候他 大爷就是找个保姆 二十万块钱 你说能找多少个吧 咱可以没钱 也可以确实少喝 但人得要点脸脸 太羞了你了 啥意思啊 咋个见过面子 啊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俩第二个面子 这是咋了 才刚见面就动手动脚啊 整个小红娘一脸懵逼 看大妈那乐呵呵的镜头 这俩人肯定有啥故事 今天的相亲对象 比平 六十五岁刚见面给人的感觉就是 乐呵呵的丑得挺舒服 咱大妈对自己任一般要求也简单 只要人好就行 必须要有电梯房子 这人好就行 有房子就行 住房这个我得说一个 最主要便宜就是 电梯房 因为我个腿上楼飞行 你腿大是什么 我腿就是 那咱挫我挫一下 但是还不影响 那你上楼有飞行 那买得太低了 给咱大妈安排的相亲对象 马贵发73岁 退休金7100 咱这大爷平时也没啥爱好 就爱写写字 做做吃啥的 大爷对自己 另一半有三点要求 牧师长忙看进胸 蜿蜒肥肚扔成荣 前生一个先动 无限风光再先动 第一条要那个身体健碳 第二条要有点素质 第三年年龄也超过六十几岁 长相就是一般话 能说得过去就可以 他有没有老板我不在乎 因为我现在已经涨了七千多了 公司七千多了 对 于是红娘领着大妈 去马大爷家里相亲 可还没刚进家门 咱大妈就微微缩缩 仿佛哪个故事的 而咱大爷刚见大妈 就拽着小手往屋里了 这是咋回事呢 难不说俩人认识 啥意思 咱们见过面呢 走 走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俩见过面 哈哈哈哈 你俩之前相过亲吗 是这意思吗 我俩相过 他不喜欢我 反正就老大了 是吗 哎呦 这太小了吧 哎呦 我天 到底咋了 这么臭巧 这么臭巧 太臭巧 确实是臭巧 这是多大的儿子 原来俩人之前相过亲 后来这俩人又都报名了 又给整一块去了 不过大爷 小欠我 要说你两句这巧归巧 你也不能老拽人家大妈手啊 我少看着有点不得劲 那这俩之前 因为啥黄的呢 咱来听听 我跟你聊了 人家都了解了 了解了 快拿着 坐旁边还不能拉到壳 拉到壳 拉到壳 就来准备去客县做些事情 你不客气我做些 就请着 如果然后怎么样 啥结果呀 结果是他不喜欢我 不是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喜欢 嗯 就是啥呢 他那个 他跟我讲 他哪个腿 有点上楼有点困难 就是这个问题 反正你这块你犹豫了 对 反正我说 他就给我发一个 那图像了 今年8月8号在大连 我以前还能旅游呢 这也没啥大问题 那你后来你看着他去旅游了 你又觉得他腿没问题了 那怎么 我那啥 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处处 我的微信呢 他没跟我说啥 这不又相亲呢 这么起码找码 那你不也相亲了 那你不也相亲了 我相亲了 我当时你后悔了 你是拒绝我了 不是我找你 那后来我不又找你了 咋回你没说明白 还没说明白 我是听明白了 大爷嫌弃大妈 腿不好跟大妈提出分手 后来直到大妈腿没啥大问题 又想注意回来 可大妈不论意了 这男人是不是也太现实了 身体不好 就直接拉黑分手 身体正常就是小宝贝啥的 那今天俩人又相信 你能否拖进出圆呢 我会跳交易舞 他坚决不行 都这么大年龄了 找伴找伴 互相陪的溜的溜的 你上外跳舞去 我给他带着尬 你一搂别老太太 我还说得多好 后的人多了 对呀 基本上这么多人 就给你们俩敲在一起 所以这个 我心里也在这 于是想这个问题的 这么 这么巧 这个缘分可能是没劲 我俩真正说是作为父亲 不可能 两次了挺好的当秀与 哎呀 确实是 你许不上呢 那你有啥大哥 不吃那块了 不用了 谢谢 反正我把钱都拿出来了 洗这么多鞋吃饭 我不看钱 吃不吃 我不看钱 吃不吃 我也没让你看钱 啥呀 我不打球评去嘛 你看你又不理解了 回家料 拜拜料 拜拜 拜拜奶奶奶请我 大妈告诉节目组 俩人没戏咱大爷吧 感觉是缘分没劲 还想再续续 不过小倩看完 这俩人性格挺合适 大妈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大爷呢 就是念了巴基的 感觉俩人挺呼呼 小倩也希望俩人能走到一起 在这里只能说祝福了 好 他也wise 负责 不就在这里 感谢观看